在全球传统化石能源向洁净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之下 技术最成熟、经济效率最高的光伏发电 势必成为能源转型的先锋 顶层主张碳达峰、碳中磨之下 在光伏发电逐渐替代火力发电的过程中 分散式光伏占比将会在未来一年超过集中式光伏 现在先简单介绍两者之间的分别 集中式光伏能够利用荒漠地区 丰富和较为稳定的太阳能资源去构建大型光伏电站 并且设立统一的变压站,搭建一条专用的发电干线 将集中收集到的光电、接入高压输电系统 供给远距离的地方 它的好处在光伏输出稳定性相对会较高 扩容机会也会较大 但是,集中式光伏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它的昂贵成本 元件价格在下游系统成本的占比药莫五成 成本包括运维成本,它的初始投资、电网接入 管理成本都比较高,相反 分散式光伏是在用户场地附近建设的光伏发电设施 用户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 分散式光伏刚好填补了集中式光伏的劣势 投资者要知道整个光伏市场里面 最讲究的都在供需关系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潮流加持之下 下游光伏组件需求非常旺盛 在2022年一季度,全国新增装机量已达13.21G 在2021年总装机量的25% 下游需求旺盛,再加上上游供应紧张的情况之下 原材料价格就没有什么可能有大的跌幅 这一系列的价格传到下来 集中式光伏电站的建设成本也都会承受不少的压力 因为它的价格敏感度会比分散式光伏电站更加高 若果原件价格上升0.1W 靠销售网络散货的分散式光伏 对新价格愿意接受度会显著较高 集中式光伏电站经常会因为昂贵的原件价格而暂停采购 另外,为了鼓励分散式光伏建设 政府承诺,只要居民自己搭建分散式光伏 每发一度电,政府会补贴三分前 虽然在2022年国家补贴将会取消 因为它的发电成本和煤电成本趋平 政府补贴某程度上 巩固了分散式光伏在价格上的优势 从成本端来比较 集中式光伏建设造价之中 若果扣除同样的光伏元件 非技术成本为人民币0.68W 而由于分散式光伏在建设过程之中 没有土地成本 而电网费用和管理费用 也都因为它小规模的特性而相对较低 当扣除光伏组件之后 非技术成本紧为人民币0.19W 由于分散式光伏更加依赖 和基层建立长期沟通的关系 和需要建立更庞大的销售团队 这种操作 央企国企一般不会牵涉在内 这个亦间接解释了 为什么集中式光伏会先发展起来 但是国家能源局在2021年6月推出的 关于报送整员 市区屋顶分散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其中提出党政机关建筑屋顶的总面积 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 不可以低过50% 学校医院、村委会 这类公共建筑的屋顶总面积 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 不可以低过40% 从政策来看 同过去依靠区域经销商的 分散化开发相比 整个员推进实施分散式光伏规模化开发 去吸引大批央国企入场 凭着它的管道优势 民企的分散式开发经验更加丰富 同时 待开发模式之下 民企无需致持电站 可以加速轻资产的转型 原件製造商环节之中 2021年国内分散式市场CR5药膜为60% 其中龙基 天合占50% 精澳、阿特斯、精科占10% 由于分散式光伏对于安全性的要求更高 而终端客户对光伏行业了解也不多 客户主要依靠品牌的影响力选购产品 所以已经被市场认可的产品 和公司会更受消费者欢迎 相较集中式客户更加看重稳定的合作关系 和较低的产品价格 分散式客户的特点在于 短期化、分散化、非标准化 所以品牌管道、客制化能力 在对分散式元件企业的要求 龙基的综合能力相对较为显著 组件环节话语权有所强化 第一多型号元件适应不同的分散式场景的应用需求 产品客制化重要性会更为突出 不同屋顶适用的组件版型都不同 考虑到屋面形态 可利用面积等等的差异 2022年2月 龙基股粉推出新品 HiMo5单面组件54版型 原72版型组件主要应用在大型电站 而54版型组件凭着它的功率 效率及尺寸的优势 有望开拓分散式光伏市场 而今次54版型的功率输出高达415 对比分散式的龙头企业和尺寸组件 静态电器功率最高380 兼合光能功率最高405W 龙基股粉54组件在功率 效率上优势明显 有望开拓分散式屋顶市场 第二龙基全球销售管道完善 海外专案对于原件企业全球布局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较强的全球布局能力 有助于提升龙头企业的品牌知名度 拓展海外销售管道 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 经过多年的海外布局 目前龙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了完善的生产 行销仓储和服务网络 第三电池组件环节技术布局领先 有望带来组件一家 发电效率和成本是发展的基石 N型电池转化效率更高 是电池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电池效率越高 意味着LCOE越低 应用场景越多 相比于目前市场上主流的P型电池 N型电池具有弱光效应好 温度是数低 转化效率高 这些的优势 是正值太阳能电池 达到理论最高转化效率的 下一代电池技术方向 2021年11月 公司公布了HJT电池研发 转换效率达到25.82% 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公司在N型电池研发 日趋成熟的情况之下 对于N型电池已有相应的产能规划 当前公司已公告的N型电池产能超过30GbW 虽然大部分原件厂商都因为2021年原材料上涨影响到利润端 但是2022年下半年的植料新增产能陆续投放 行业因为工需失衡导致的产业链价格博弈 预计将会有所缓解 植料、原件的价格下调之后 无论是分散式光伏 还是集中式光伏装机量 有望得到有效的释放 行业公司业绩和盈利水准 也都将会进一步释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